晚上好 我是家讯 进入斋戒月 各地的斋戒月市集林立 各式各样的熟食 糕点 吸引大批的民众前往购买 但近日却有民众在社交媒体投诉 谋斋戒月市集的食品当中有异物 包括炒面有虫和斑蓝叶浆糕 发现了一簇头发 针对民众的投诉 卫生部已经针对有关的摊位 采取执法行动 其中在赛城售卖有虫炒面的摊位 因为确认不卫生而被指示关闭 当局已向其中一名 没有施打伤寒疫苗的员工 开出罚单 并采取摊位的三样样本 进行卫生物和义务分析 至于混有头发的斑蓝叶浆糕 卫生部则已经开档调查 并原理食品法令提供生产商 除了这几家摊贩之外 截至目前通过在全国展开的 2022年斋戒月行动 当局已经检查了4362个市级摊位 并开出了77张 总值38500令吉的罚单 给违反2009年 食品卫生条例的摊位 此外当局 共采取了178件食物样本进行分析 卫生总监诺西山说 为满足食品法令 及其底下条例要求的熟食商贩 可以被罚款不超过10万令吉 或坐牢不超过10年 或两者坚持 接着有巫统的消息 高呼团结一致迎战全国大选的巫统 近日党内却有一股强大的暗流涌上台面 而遭攻击的对象是向来支持法庭帮的 疏离主席莫哈·莫哈山 备受争议的布洛克拉热伯特拉 于本月4日指控莫哈山为了掩盖自己的贪腐罪行 而有意图推翻副主席伊斯麦沙比利 两天之后 乌统的文良港在野支部宣传主任哈林就向反贪会举报 指控莫哈山在2008年至2010年担任三州大臣期间 涉嫌通过伐木以及土地租赁项目收取回扣 对此 巫统最高理事拉兹兰就告诉当今大马 他相信有特定的势力正在串谋诋毁莫哈山 而拉热的部落格文章就是其中一个手段 拉兹兰推测 有人花钱请拉热在网上炒作旧客题来攻击莫哈山 以破坏他的形象 但无论如何 拉兹兰强调执法单位早已经调查过 证明莫哈山没有违规 而两任总检察长也都决定不会再采取任何行动 所以这些人是在没有新证据的情况底下再次操弄客题 换个焦点 两位政坛大人物即将面对面辩论 说的就是前首相纳吉以及公正党主席安华 学州国阵宣传主任伊珊·加里厄披露 纳吉以及安华两人都已经同意 针对沙布拉能源课题进行辩论 他之后将会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辩论日期以及相关事宜 而公正党通讯主任法米则向青州日报证实 新闻发布会将会在明天执行 并且由他以及伊珊·加里厄共同主持 根据了解这场辩论将会由本地四个主要媒体 联手安排采访或直播 首相伊斯麦·沙比利今年3月中宣布 我国从5月1日起开始实施1500令吉最低薪金制 然的马来西亚雇主联合会主席塞胡仙 接受新州日报访问时坦言 雇主联合会并不反对调涨最低薪金 但此刻不是好时机 他说大马刚刚进入复苏阶段 就要雇主立即调涨最低薪金 将会使企业陷入现金流困境 和面对预算限制 塞胡先知大马大约有120万名员工 是要调薪 以每名员工350令吉的平均增幅计算 调整的总成本将会是每个月4.21令吉 估计雇主每年的总成本将会增加50.41令吉 而且除了薪金成本的增加 当中还涉及了许多层面的开销 包括人头税和租金 食物 雇员工资金 保险和其他的福利等 而这些净成本远比一般人想象的来得高 所以雇联会就建议政府 采取逐步调整最低薪金的措施 并护免20名及以下雇员的公司调整最低薪金 不过代表雇员争取调整最低薪金的大马职工总会就不认同 并质问如果现在不调整 要等到什么时候才执行 大马职总总秘书卡玛鲁受访时就说 他们从2013年就要求1500令吉的最低薪金 以及300令吉的生活津贴 然当时有许多的公司表示负担不起 现在甚至还用逆情作为理由 卡玛鲁直言生活开销增加 但最低薪金没有上涨 这对员工来说非常有压力 当然他也理解会有一些雇主面对困难 所以在此刻政府就应该透过各种的方式 包括提供津贴 重新推行公司补贴计划 或者是以其他的方式援助有经济困难的公司 也让雇主和员工达到双赢的局面 新闻结束之前欢迎订阅百格 收看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